第二批因故滞留湖北的361名台胞 3月10号深夜和11号凌晨 先后搭乘中华航空 东方航空公司临时航班 从武汉返回台湾 真的从湖北要去任何地方 好像都不方便 那就想办法也没办法 可是昨天接到通知 然后要我整理行李 然后说今天就要回去了 真的是很开心 我昨天一夜兴奋了 一夜没睡觉 当天下午三时许 机场T3航站楼前 已停满自湖北多地运抵台胞的车辆 出发大厅内 身着全套防护服的地勤人员 为乘客办理登机和托运手续 天河机场亦配有医务工作者 已备不时秩序 来自基隆的江城国 去年底便赴黄石大野房友 对于疫情来临 江先生显得格外淡定 他提到锻炼身体 等待疫情结束 是这段时间最好的自处方式 我天天待在家里面 在这段时间我就天天做运动 无聊的时候天天做运动 这段时间是也把我的身体 是有锻炼的比较强健一点 有关陆配返台的各中曲折 在台湾内部引起不小争议 此番可以成行 这对急冠湖北随州的癌症患者 陈小花是幸事一见 她说回到台湾需经过 14天医学观察 至于是隔离期间即可安排看诊 还是需在隔离期结束 再自行前往医院 目前尚不清楚 我们之前有咨询过了 武汉好像比较没有这一种治疗的方案 对啊 这一定要回到台湾才有办法治疗 我们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们要回到之后 回到台湾入境之后 我们才知道是要怎么样隔离 要怎么样安排 我们才完全清楚 湖北省台办经济处副处长朱坤介绍 核准台包搭乘飞机前 以对美人进行核酸检测 登机前所拿到的结果均为阴性 工作人员还在台包登机前 进行三次体温检测 要求不超过37.3摄氏度 那么湮湿纸的结果 是全部在我们台包登机之前 都已经让他们自己掌握 并且他们也查看了相关的检验结果 并且牵制核润葛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还有一点要求 就是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的 我们是一律不准 不允许登机的 我们会按照相关的这个防御要求 然后进行隔离 包括是他的随行的这个亲密接触者 家人都会从我们的登机名单上面 登机人员的这个名单上面进行 这个重新调整 武汉市台办综合处负责人 刘弘欣对记者指出 很多支流台包在2月得知 班机暂停后很失望 台办一段时间内收到了很多反馈 大陆方面在解释班机停飞 原因的同时 也积极做好服务台包工作 保证生活供应解决实际困难 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形势也好了 疫情基本都比较稳定了 所以说台包的情绪其实稍稍缓和了 他反台的心情仍然急迫 但是在我们这种全方位的照顾下 对我们这种关爱他们是非常的认可 每次我们去上门做工作 他都反复的道谢啊 表示感谢知情 当然我们也是尽我们的所能 尽职尽责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同时刘弘欣还表示 希望台湾方面能充分考虑 仍滞留湖北的700多名台包 日益迫切的返乡愿望 积极协同合作 尽快促成滞留台包全部顺利返乡